救难人员和工人合理把驾驶抬下来 他在工程车上受到猛烈的撞击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工程车挡风玻璃被撞破 就连车身也歪斜 撞击力道相当大 被撞上的还有另外一名工人 倒在护栏旁边也没了呼吸心跳 他们一行三个人准备交通警戒 大货车撞过来 灰红旗的工人紧急时刻闪开逃过一截 瘫软坐在地上 造势的是这辆大货车 灰色上衣的是驾驶 一时疏忽酿成大货十分懊悔沮举丧 他说低头捡打火机 没注意到前方有工程车转了上去 事发在一号上午十点多 西兵北上122公里通宵扎道前 大货车没有注意前方一直往前冲 灰旗警戒的工人赶紧闪开 但是旁边摆三角锥的同事被撞上 紧接着是工程车也被撞 车上有驾驶一人 被往前推了50公尺 工人说他们正在放交通锥警戒 摆好之后就要做路面工程 因为路段在下遭到之前减速车道的位置 所以没有缓撞车 大货车从桃园载货物到彰化 下了货之后返回桃园 有没有超时疲劳驾驶的问题 警方要调查 但是在开车中低头捡打火机 真的是要命的动作 王姓司机理性工人 两人伤重不治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